大家好,欢迎回到谈古论今,我是老潘 圣诞刚刚结束,现在是圣诞节后第一天 我刚去滑雪回来,这几天是累得半死,太久没有滑了 所以现在休息了一天,今天上来跟大家说一下市场的走势 首先先看一下比特币现在的走势,比特币的走势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先画一条这个比特币的上行支撑线 它的RSI的上行支撑线 早在这个地方就掉破了 然后回来回测这个上行支撑线,现在继续往下走 就是说明这是一个下行趋势的开端 所以比特币在短期内来说,它的走势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看的话,它的一条下行压力线正在形成当中 现在目前有了一个接触点,第二个接触点 一般来说会出现第三个接触点 在这个地方,第三个接触点 如果在第三个接触点就进行突破的话 还会回来回测一次这条支撑线 现在是压力线,如果它突破就变成支撑线 然后才会往上走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比特币会否有大跌 我个人认为呢,有这个可能性 比特币有可能会出现20%到30%的跌幅 如果从它的高点开始算,这个地方开始算45,000 跌个30%的话,就是要回到31,000这个地方 也就是它突破的这条颈线的位置 这是当时它突破的颈线 这个颈线接触了好几次 然后在这个地方突破 它有可能会回来回测这条颈线 那么如果最近如果有一些利好 或者说比特币利用最近这个山寨币的发动机来进行一个回测这条4万以后重新往上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或者说它不回测这个4万 它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就往上走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也是有的啊 就是它直接就在这个地方突破 然后重新去回测80 RSI的80 这条这个点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它走到了4万8 再继续往上冲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小了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跌 所以呢 不论是哪一种走势 我个人认为在最近的一两个月比特币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跌的走势 20%到30%的这个这种回调 在比特币的牛市当中出现40%的回调都是正常的 不用说20%到30%的回调 所以呢 大家最近要做好这种准备 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就先从山寨币开始 先看比特币的占比 这条趋势线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 比特币的这条上行的支撑线 我们早就说了很久 从周线上来看的话 这条上行支撑线 已经是掉破了 而这个RSI跟他的这个占比都掉破了这条上行的支撑线 早就在几个周 甚至是一两个月以前 我就跟大家说过一个大的很大的山寨计 正在形成当中 因为比特币他的这条长时间的下行压力线 他是碰到了这条上下行压力线 没有完全的碰触到 但是已经是非常的接近 接触到这个地方以后 他现在掉破这个上行支撑线 就意味着这个山寨计的继续 很多的之前呢 只有一些某一些币种往上狂拉 像Solana 还有这个Audi等等这些币 那最近这几天呢 是几乎是所有的板块 都在轮动的往上上涨 我们先来看一下Solana Solana 是在ftx中受害最深的一个币种 因为ftx拿着他很多的这个仓位 所以很多人都害怕 这个ftx会去抛售Sol来还债 所以呢 他最低掉到了这个7美元 然后现在呢 是最高前两天涨到了126美元 那他最重要的压力位 目前为止就跟比特币类似 是在这个142美元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点 比特币呢 是在48,000 这个地方有个高点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这个Solana最重要的一个 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 那他会不会直接去冲上去呢 有这种可能性 也有可能他不冲回去 直接就回调 在这个地方震荡一段时间以后直接回调 那回调最重要支撑位就是在78美元这个地方 因为他冲破了他的这条 这个重要的压力位 78块这个地方是他这个地方碰触过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 所以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如果比特币有20% 30%的回调 Sol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到75美元的这种可能性啊 甚至会短会呃 甚至会短线掉破70多美元 然后再开始往上涨啊 所以大家的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特别是他的RSI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80啊 所以呢 Solana是有这个回调的可能性的啊 即使他在继续往上涨充到140美元 我个人认为呢 也是大家抛售手中的一定仓位的飞的良机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BNB 我在前两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 BNB 他是突破了这条 啊 这条长线的下行压力线啊 这条长线下压力线呢 是23年2月份就是 8个月10个月左右的这条下行压力线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假突破之后 然后再次下跌啊 在这个地方是由于这个造长篷啊 这个认罪造成了这个下跌 然后现在呢是突破这个下行压力线 突破了以后 然后进行少量回调以后继续往上拉啊 现在重要的压力位在大概这个 大概在这个300多美元啊 刚才我们看是BNB对BTC 现在看这个是BNB 呃 对美元 他也是在这个地方突破 然后呢 回撤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啊 这个现在最重要的压力位大概是在342美元左右 估计在下面几天这个BNB就会去到342美元啊 啊 这是BNB 然后呢 这个狗币暂时还是半死不活的 那他也是突破了一条下行压力线 回撤 然后继续往上走 现在在这个地方 碰到了他之前的一个重要压力位 在0.1美元的这个心理关口啊 那他什么时候能冲过去呢 我个人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但是并不排除他来一个大回调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啊 就像如果比特币有大回调 这个狗币也躲不开啊 肯定会先来个大回调 然后再往上走 他最重要的压力位呢 是在0.15美元这个地方 呃 但是估计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开始往上冲啊 这些山寨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inMarketCap就知道了 看他最近7天的涨幅啊 这个Sorana是54% BNB是涨20%啊 就是昨天今天才刚开始涨 XRP还没有开始发动啊 这个狗币也是没有发动 最近的7天 呃 其他山寨币呢 都有一些涨幅 也这个ADA也没有涨太多啊 DOT生态系统最近开始发力了啊 DOT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币种 它的这个生态系统啊 我们是重仓了这个Glimmer还有R-Star 啊 有些朋友也重仓了这个ACA啊 啊 啊 这些都是属于DOT的生态系统 我看一下这个DOT在什么地方 找不到 DOT也是有一个 一个下行的气型呢 啊 下行气型也是在这个地方突破 回调 回测 然后再继续往上冲啊 它的重要压力位就是大概现在这个位置啊 在10美元这个心理关口 同时也是在他在这个 8月份22年8月份的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一旦突破就很有可能会直接去到14美元 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压力位 然后再往上就是23美元 啊 所以现在DOT的生态系统是往上涨的比较快 啊 Glimmer啊 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在五毛钱这个地方是开始被套啊 这个在熊市中被套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被套之后就看你怎么处理你的这个仓位 我是被套 我也是被套 那在这个熊市中 从0.7就开始被套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掉 再继续加仓啊 就不断的定投定投定投 一直到现在啊 基本上现在是处于开始盈利的状态 就是我的这个平均价可能也就在0.5到0.4左右 刚开始盈利 但是呢 不排除 他像如果比特币进行大回调 Glimmer也进行一个大回调 重新回到这个0.3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啊 所以呢 大家有足够的耐心 还有R-Star也是一样啊 R-Star之前是先冲破了一下 然后估计有哪哪个大户一下子买到了这个0.22美元 都接近我谈判了这个 然后呢就出来一个那么长的上影线啊 这条上影线也意味着这个在牛市当中这种上影线啊 意味着这个币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到达0.22美元 也就是说R-Star会在下面的几个月去到0.22美元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暂时还在这个颈线附近 这个地方啊 就看了什么时候能突破过去了啊 这个突破过去之后 一般来说突破了以后 小回调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啊 ACA也是走的比较猛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ACA的发展呢 不如R-Star 因为R-Star是跟这个索尼是有合作的啊 所以我最重仓的最多的是这个R-Star 嗯 好 我个人呢 仍然是非常看好这个DOT生态系统的啊 这个不管大家怎么说 很多人认为他就像这个EOS一样 这个我不敢苟通啊 因为他毕竟是他的创始人是这个武迪博士 所以呢 啊 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查一查啊 虽然说武迪现在呢 他可能也不在DOT这个生态系统中发挥太大的作用啊 但是呢 像这些重要的创始人创始的这些 呃生态系统很有可能在未来都会有这个比较大的发展潜力 所以呢 我仍然是非常看好这个DOT生态系统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AI的板块啊 GRT 是现在也在冲击他的这条颈线 在0.2美元这个地方的颈线啊 冲破过去之后呢 就会去到0.3还有0.5美元 呃 这是相对来说走的比较弱的啊 这个ROSE也算是这个AI的币种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ROSE 他是这个RSI呢 冲到了这个周线上冲到了80以上啊 他下面的这个重要的支撑压力位是在0.24美元 所以呢 他在这涨一段时间以后很有可能直接去冲击这个0.24美元 AGIX也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杯形 然后一个杯柄啊 之后如果他冲破过他的0.66美元的话 他就会完成这个杯型 然后去冲击网上可能要冲到1美元以上 FAT也是冲的非常的猛啊 已经接近我谈派了 呃 这些AI的币种 都是我们在我们会员群中这个让大家布局的币种啊 也包括DOT生态系统 反正我们在会员群中呢 是布局了 有至少说了二三十个 这种比较重要的生态系统啊 他们最近都涨的都是疯狂的往上涨啊 呃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会员群 在我们的普通群里面跟我说一声 可以告诉你这个入会员群的办法啊 现在呢 我们之前在这个 啊 感恩节的时候做了一下活动 呃 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加入啊 现在这个活动已经暂时停止啊 我看一下新年如果这个 呃有这个 意愿要加入我们会员群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啊 我们可以 可能会在新年短暂的再次开放这个 这个活动 啊 啊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其他的一些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生态 以太坊呢是冲破了他的这个大型的上行三角啊 然后呢 然后呢 现在在这颈线附近做震荡 如果比特币最近没有大的回调 以太坊呢 有可能会直接往上冲啊 但如果呢 这个 比特币有大的回调 以太坊可能会短暂的调回颈线下方 然后再往上走 啊以太坊的生态 一般来说都是以太坊本身啊 这个币种一都是在山寨币中呢 是最后一个拉盘的 所以呢 很多人对以太坊呢 就感觉有一点这个没有这个足够的耐心啊 但是他一旦拉起盘来也是很疯狂的啊 像以太坊在这个熊市中最低价 是基本上是在900多美元到800多美元这个地方 那我个人认为呢 他在牛市里面涨10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 也就说比特以太坊涨到8000到这个1万美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啊 当然 没那么快啊 这种上涨呢 总是有大的回调 然后在最后的上涨啊 一般说以太坊涨到这个 高点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牛市要结束的时候了啊 所以呢 呃 大家对以太坊生态要有足够的耐心 但是以太坊下面的小地门 现在就 就已经是拉了一大波了啊 像这个OP 是刚刚创了新高不久 现在开始震荡啊 啊 啊 也是突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 头肩底的一个颈线 现在冲破过去之后 在这个地方做震荡啊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走势 我个人认为 ARB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去冲击他的奥谈派 啊 在1块7块8这个地方 这些 以太坊的生态系统 小地门先涨 涨完了以后呢 就会这些资金就会回流到以太坊当中去 啊 就像比特币 比特币先涨 涨完以后 这些资金去到山寨币当中 形成山寨季 然后再重新回流到比特币当中去啊 都是基本上都是这种走法 像DOT也是一样啊 先资金呢 先从这个DOT中流入到他的小的币种当中去 然后涨完了以后再回流到DOT当中去啊 基本上这些生态系统都是如此 啊 现在比特币也有他自己的生态啊 就是奥底啊 就是这些明文系统先涨 涨完以后再回到比特币当中去 所以现在呢 是由于比特币的这个占比的不断下跌 造成了这个就显现出资金正在进入山寨币当中去啊 那山寨币呢 呃最近的走势应该会特别的好 呃有的时候他掉破这个支撑线之后呢 会回来回撤一下这个支撑线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啊 他的 RSI也是一样啊 可能会先回撤支撑线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所以呢可能比特币最近会吸一下血 呃然后呢 再山寨币再继续往下走啊 我们这个山寨币可以说我们是提前了这个 两个月就已经预测到这个山寨币的到来啊 现在是这个我们的会员呃 比较爽的一段时间 这些布局的币种现在都在疯狂的往上涨啊 呃即使比特币有一些回调 他们也是回调之后就马上的上涨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 就重新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 这些暴涨的山寨币啊 大家要把他们换成USDT 就是不是说你全部换完啊 比方说我这个呃 呃SOL 最近暴涨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他冲到140美元什么的 我会把他部分的换成USDT 而不是把它换成比特币啊 为什么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比特币最近这一段时间震荡完毕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回调啊 即使他往上冲 他也会很快的进行一个大的回调 那这些 USDT 从山寨币中得来的USDT 就是拿来抄底的这个资金 啊 你如果想把它放到比特币当中去也可以啊 只不过放到比特币当中去 如果到时候有大的回调的话 你就没有资金去抄底了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最近这些山寨币涨一波之后 大家要把一部分的山寨币拿出来啊 去换成USDT等着这个回调啊 不用换太多啊 像我的话我一般从山寨币当中我会去拿暴涨的山寨币啊 拿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就可以了啊 百分之二三十对于那些已经暴涨的币种来说已经是不小了啊 就是比如说你原来有一千美元 假设你头买了一千美元的这个 呃 Solana啊 他现在往上暴涨百分之五十 你就从中拿出百分之三十 你仍然有这个 这个算数好久没算了啊 暴涨百分之五十一千五 然后你拿转变百分之三十 那就是有百分之 就是有四百五十美元左右 是不是四百五十美元左右 那你仍然上了一千美元在一千多美元在手上 呃对你的本金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啊 但是拿出了他的利润拿来抄底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好 这是加密货币啊 总而言之呢 最近这些山寨币的上涨 呃 大家要这个 把一些这些利润的拿出来啊 放在usdt里面等待比特币的大回调 比特币的在牛市当中的回调 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十 甚至百分之四十都是非常正常的啊 所以呢 就像之前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回调啊 但是 它是 它是一个百分之三十六的回调啊 再看这个地方 是个百分之四十的回调啊 像这种大回调在比特币的 牛市当中是非常正常的啊 所以大家呢 要这个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比特币有大的回调啊 它的 熊市 并不会到来 我个人认为熊市直接到来的可能性 几乎 几乎为零 就是它回撤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也是一个健康的回调啊 到时候是大家入场一个极好的时机 好说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P500 股票市场现在也是一片繁荣啊 也是这个圣诞拉力继续 呃 再继续 当时 S&P 掉到这个4100美元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视频 说股市正在酝酿 圣诞拉力 当时还在4100这个地方 呃 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啊 这个果然是一个圣诞的拉力 那么多个星期就不带红的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连续九周 还在上涨 这个非常的恐怖啊 这个 道琼斯已经是创了新高 呃 S&P500 创新高 也是 近在咫尺啊 大新科技股可能 稍微的落后一点 但是呢 也是在疯狂的往上涨 这个 这个 这个纳斯达克 所以现在 的市场呢 就是一个圣诞拉力的走势啊 大部分的这些币 呃 不是这些股票都在往上涨 呃 有一些朋友问我们的这个群 是是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会员群是说什么的 呃 主要是说 这个加密货币啊 但是呢 也说股票 呃 特斯拉 是现在呢 是突破了他之前说的他的这个重要的压力线 呃 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压力线啊 啊 之前是在这儿 呃都不大记得这个时间太久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个长期的下行压力线 然后突破 突破了以后震荡几次 现在还在震荡过程中 但是我个人认为特斯拉呢 是突破300美元是迟早的事情啊 呃 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就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去这个庄家们进行拉盘 看华尔街去拉盘 呃 那么最近呢 我是把一些这些大型科技股是换成了这些中小型的这个股票啊 这个前面的一年就是我们这一年 这一年基本上都是大型科技股在拉盘 其他的币种都没动啊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假的牛市 但是不管的是不是假的牛市啊 现在三大股指都要创新高 很有可能 很有有一部分资金会从这个大型科技股中 去到这一个中小型的股票当中去 这就跟比特币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吧 比特币涨完以后 他就形成一个山寨计 呃 资金从比特币当中 去到这个呃 山寨币当中去 然后山寨币进行拉盘 啊 那这个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资金会从大型科技股中进入到小中型的股票当中去 所以呢 最近的这个呃 一些股票都在这个上涨中啊 像我布局的这个大马股正在形成一个下行的一个通道 他一旦他的RSI呢 已经是突破这个下行的这个RSI的下行压力线啊 突破了以后 然后现在呢 估计要有个回调 然后之后就很有可能往上涨了 所以这个呃 这些中小型的股票啊 最近可能会发生暴涨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呃 而这些大型的这些股票呢 这些科技股他们可能最近不会涨那么快 呃 这个coinbase也涨的特别的猛啊 从底部到现在34美元涨了五百分之五百 涨得非常的疯狂 现在RSI刚上到80以上很有可能还能再继续往上涨啊 呃 所以方舟基金投资了很多这个coinbase以后 估计是赚了一大笔啊 那么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 周一到周四啊 这些股票资金会从加密货币当中回到股票当中去啊 所以这股票可能会先拉一波盘 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再重新回注到这个加密货币当中 所以加密货币可能在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的这个狂热啊 即使有往上涨呢 也不会涨特别的快 因为这个大资金在运作 那在股票当中运作 呃 所以我非常看好在未来的两三个月这些中小型的股票会有一个爆发 然后之后大家就要小心了啊 一旦这个 呃 美联储开始降息 很有可能是这个股票出现大回调的时候 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呃 降息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啊 每次美联储一降息这个股票市场就出现大跌 所以跟很多人的预期可能正好相反啊 但是这个大跌呢 并不是呃 并不是说他就不会上涨啊 大跌是为了之后更快的上涨做准备 为美联储的这个放水做准备啊 所以下下明年 如果有大的回调 是大家一个入场股票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呃 那我们呢 这个视频就先说这么多 祝大家在这个 呃 圣诞已经过了啊 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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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